台南市議會今日上午召開第二屆第一次臨時會 雖然藍綠陣營達成修兵共識 不再動員民眾前往抗議 但為確保會議能順利召開 公告開議不開放民眾旁聽 議程只透過電視直播及議會網站轉播 但這樣的危機處理 卻迎來支持李全教鄉親及民眾 在議會門口怒罵強調 議會是人民殿堂 憑什麼不讓人民進入旁聽 我們國際主任我們不能旁聽 議員也是我們選出來的 議員也是我們選出來的 我們是國際主任還是怎麼不能旁聽 市民是旁聽對於特別總統 不然這是我們的基本人權 結局沒關係啦 我現在要派也不然要派 開議會是旁聽是市民的基本權利 議會怎麼可以說帶兩個條紙 說叫市民不可以進去 他帶就能進去 警察局長陳子敬為避免兩黨支持民眾爆發衝突 親自作證現場部署警力 檢調單位也到場搜證 議長李全教在議前受訪表示 為處境府會和諧希望賴市長別意氣之爭 製造朝野對立到場專題報告 媒體詢問倘若賴市長沒到場是否將提告 李全教回應會給賴市長多點時間思考 不過他個人認為不需要這麼做 讓他一點時間去思考 反正大家這個都有自己的堅持 我們希望這些堅持在市民這麼多的請願 兼訴求之下 市長能夠回心轉意 今日臨時會雖然順利召開 但賴市長及市府一級首長座位 能勢空蕩蕩為列席 也讓李全教踢到鐵板 但中堂休息 台南市私募於養殖協會 近百名道場聲援 並致贈公債漁民紀念編給議長 也讓議長備趕窩心 記者陳其昌林右村台南報導 我認為非常好看 我們在台灣的約定期中 我們在台灣的約定期中 發展中一個旅餐 社交上的約定期中 第三次讓我們看看 我們在台灣的約定期中 我們在台灣的約定期中 我們在台灣的約定期中